不够自信的新同学,拥有满满的自信。 最近,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。 新同学虽然个子高高的,但是胆子很小,上课时从不敢举手回答问题。 妈妈,为什么新同学不敢举手呢? 天天秉问妈妈。 我想可能是她怕自己说得不好,或者说得不对吧。 妈妈说。 可是,我就经常答错问题呀,老师不仅没生气,反而夸我学习很积极呢。 天天秉歪着脑袋说。 妈妈想了想说。 应该是那位新同学不够自信,所以不敢在大家面前发言吧。 真希望她能变得自信一点啊。 天天秉说。 拉钩小约定。 拥有满满的自信,才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 怎样才能拥有自信呢? 下面的方法很管用。 一,不要和别人比较,做独一无二的自己,相信自己是最棒的。 二,多和自信的人交往,自己慢慢也会变得自信起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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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